北京冬奧會官員對參賽運動員提出警告 如果言行違反奧運精神 或是中國法律將受到懲罰 蘇漢文報導 北京冬奧會組委會官員楊舒 今天在參加中國駐美大使館舉辦的 一個視頻記者會上被問到 如果運動員在冬奧會期間 就人權等問題發表看法 中國政府會如何應對時候 他說 任何符合奧運精神的言論都會受到保護 任何違反奧運精神 特別是違反中國法律的言行 也會受到一定的懲處 奧林柏克憲章有規定禁止在奧運賽場發表政治 宗教 種族言論或示威 不過按照慣例 都是由國際奧委會重新相關規定 並處理違規個案 根據中國法律 發表反動政治言論可能會被逮捕判刑 國際社會不認為北京會破壞自己的形象 逮捕外國運動員 這名官員沒有明確表示 將會對違規運動員作出怎樣的懲處 如果按照奧運規定 可能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本國和美國等多個西方國家 以中國人權問題為理由 宣布外交抵制北京東奧會 北京就評擊這些國家將奧運政治化 雖然孟晚舟和康明海撕派佛事件已經落幕 但本國和中國的外交關係還是處於低高 今天有記者問 總理杜魯多是否擔心中國當局 會故意為難前往北京的加拿大運動員 杜魯多就表示希望本國運動員 安全健康贏得獎牌 外交問題上 本國將會繼續堅持和暢渡國際原則和法規 合作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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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